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收看新人透視的 債Sir和Leo又在我們的直播室出現 沒錯,我們上次吉祥物 我們差點換了衣服 Leo就很想聽子健說的居屋 是不是居屋來的呢? 是啊,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最主要就是我覺得 爛的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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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真正知道 內在魔鬼的世界之中 其實就想知道多些 其實我覺得多些觀眾知道 是否劣質 劣質樁屋 那裏我不怕說,我住在錦鋒園 錦鋒園其實以前報紙買過,原來是沉降的 因為起碼有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要多少錢?百多萬? 八三四左右 差不多 多少呎? 都有七百 七百呎? 差不多七百 但Anyway,價錢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就是 我講說,我們買了一張痛苦是什麼 是的 首先,我入政題講少許其他部分 有些不公義的事情就是 你抽到居屋之後 你基本上沒有機會去看單位 尤其是因為我是二手居屋 新入伙的那些 完全沒有間價 天天很不行 所以我就找到一個二手 之前有人住過的那些 誰知道你沒有選擇 到最後沒有選擇 馬坑山錦鋒院 是的 知道的 只有這樣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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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次一天內決定 即是我想去驗一下那間屋有沒有漏水 是沒有機會的 可不可以帶個驗修師傅上去 可以嗎? 你可以可以 但你不會這麼短時間做得到 可以被人針到 是的 可以被人針到 我直接說 其實我搬了幾個月之後 發覺 剛剛二季到了 是的 長身開始濕 濕當然是滲水 滲水之後開始爛 不如地腳線可以爛了 或者是那個長身可以爛 那什麼時候出現呢? 即是我們的發言 通常都是在這個 下雨的時候 之後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然後你投訴 這個世界 我也算是好一點點 認識立法會議員 即是叫做幫忙 肯勤力一點 追一下就好一點點 不是的 我想想就更加不理你 我找立法會議員出聲 都要搞了大半年以後 八個月 他才騷擾你 然後才找房署的主任 然後才找管理員 快一點都來過我家 你知道 即是管理處 他就殺你 不是的 你那裡是否水管漏水 是否水管漏水 好過離譜 我的廁所會不會漏到 去我另一邊的主人房 主人房那邊的長身呢? 會不會呢? 可能這樣漏 即是某什麼聲音的理由都說 這樣漏了 都說出來 天花又在地下又什麼 這樣漏了 暗藏了一些道館 故意把水倒進去 總之 整個過程 他告訴你 責任不關我的事 你的責任你自己維修 因為他告訴你 不是長身結構 或者不是他們的責任 其實搞這麼多 驗這麼多 回答你很多問題 大成天文 要證明 一件事就不關我的事 他沒有認真去解決你的問題 沒有的 不會的 到現在都是很官僚式的答案 去處理那件事 這樣的樓 我們都不能夠安居樂意 不起 就是了 大哥 就站住了 我不想搞事都不行 即是你買到居屋 又是一殼眼淚 又是一殼眼淚 即是上一集說 不能買居屋 我又不想懷念英殖民地社會 但事實上那個質素 是不錯的 是比你九七後一批 不是的 坦白一點說 其實這個 因為我們比較老 我們知道 我以前都住過 我住在北角新村 其實英國殖民地早期起落 根本是很差的 當然 英國人的官僚制度 亦都做到 只是浪費時間來卸獲 就不是浪費時間去解決問題 是很賤的 這種做法 但他們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其實如果他們是 改變管治模式 因為說 我明知道我的樓 是會出甩漏的 我準備了一筆資金 是專門 你叫哪裏要收你 我就來找你 我看是 真是整棟牆 那些石屎都是落錯了 扣錯了 根本是全部洞洞洞洞 好像被白米租過一樣 那整棟牆 拼過去幫你換過那棟牆 現在所有的三十年五十年大廈維修 全部都是這樣做的 現在的問題是 香港政府那班人就懶 繼承英國人那種懶法 他們是不幫你做的 而且是專門 叫做考取豪奪式 找方法去卸獲 特地說 一年 補一年 一年之後就不關我的事 就是你 那棟牆是由頭到尾你起的 一年和十年 除非那個石屎會倒下 還有 他欺負我們小市民 好過小弟都讀書 經常說什麼專家話 然後說什麼數據 你用這些 拋小市民 你就找我們老襯 幸好當時還有Rocky 我跟他 拋回那個人 你不要動這些數據 這些數據是不是真還是假 怎樣做出來 你要問他 那些小市民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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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嘉賓啊 你為什麼不生氣 你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好 你知道嗎 你的房子發霉 有在潮收的地方 我們很容易惹小菌 不是啊 不是白蟻 是那些菌 是病媒菌 令到鼻敏感 上呼吸度感染 這些就出現了 政府你有責任的 你不要這樣 什麼叫安居樂業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不是只是濕了一個地方 這麼簡單 簡單來說 那個結論呢 我聽完了 子健這麼勞氣 這麼辛苦 這麼說 起碼我覺得 在節目裡面 舒服了些沒有 子健 都不會舒服 你回去都是這樣 每天回去都可以 你又痛苦一次 沒有啊 現在都是 他要繼續供那層樓 對著他一輩子 又不動 本來通常 如果你是買一個屎樓 你遇到那層樓是這樣的 你很痛苦也好 你只能夠認倒霉 就是怎樣 我自己找一個 真的不是找一個裝修師傅 只是找一個小承煙商 麻煩你幫我搭棚 搭了那層樓去 整個層樓 重新落個石屎 封過那層樓 我們最近 我剛剛去年 我大廈維修其實就是這樣做 就不斷問我們哪層樓漏水 在外面已經搭棚進去 還要搭棚進去 在外面 可能你自己都還要撿 然後撿完之後 沒有水 通常大家都知道 一棟樓新起 是要收水的 所以說有頭十年 是一段層樓漏水 經常出水的 我小時候 住不不申酸子 是這樣 到後來 過了十年後 他慢慢收水 就沒有了 但是還要 之後有幾層維修 即是說 十年後 你要維修一次 再過二十年 即是三十年 又要大維修一次 其實這些樓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真的住下 又經常維修 住住下就會好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不斷給錢去搞定 其實很慘 但是問題就是 政府不肯承擔任何的責任 他建了樓 一年後就說 不關我事 買給你 我告訴你 你現在聽完這個 可能你回家會舒服一點 會睡得著 就是 我聽過 這個樓是偉大的豪宅 有人買了七百多萬的樓 如果今天 可能已經是千四萬 七百多萬的樓回來 一樣發覺不斷流水 又是一年 那時候找一個地產商 幫他搞 那地產商又是一樣 賤到無倫 拖拖拖拖拖 最後你知不知道怎樣 我知哪兩道 自殺 自殺死了 那個業主 直到最後 受不了自殺死了 慘的地方就是 他的EQ讓他自殺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全部這些業主 集中起來 要那個地產商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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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實是 什麼你自殺 原本就是 原本就是管制樓宇質素的法例 根本就是一團造 其實可不可以做一件事 指見 那個海日浩縣 一個就是昇鑼明鏡 我也知道 不止那麼少 又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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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看到 我聽到 其實會不會 就是我們向前望 應該是 有一件事就是說 找宋慧峰看 他似乎政府 就是在官僚架構裏面 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說 都只是社會 沒有想過去處理問題 沒有想過處理問題 其實他現在有一件事 就是在說 就是樓宇沒有結構性的問題 簡單來說 我給你一層匯豐 我給你一層匯豐 全部都給你一層鋼筋就可以了 明白嗎 上面究竟是鋼筋還是木板 你總之不要掉下街 就不關我的事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再談一下 跌下街都可以關你的事 很慘 你好 好 view 批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